老公 等一下我先把奶子喬好再說 大家好 我是俊美診所的吳俊豪和吳醫師 女人常常會為了上胸不飽滿而感到煩惱 對於上胸不飽滿的女性呢 該做什麼樣的果凍西膠呢 通常我會推薦做水滴型果凍西膠 為什麼水滴型它有一個最大的特點 私做的時候在挑果凍西膠的時候 我們可以挑長條狀的果凍西膠 挑一個比較長的果凍西膠呢 對於上胸比較薄比較不夠的人 他可以盡早開始有一段支撐 所以說當我們做完了以後 上胸變得會比較飽滿 而且會比較順 減少呢過度的球狀感 所以水滴型果凍西膠 當你在擠乳鍋的時候 輕輕一擠的時候 它的果凍西膠不會整個串上來 上面這裡還是會保持一個柔軟的狀態 這有什麼好處呢 可以避免像圓形果凍西膠這樣 輕輕一擠的時候 上胸會不正常的過度的膨 鼓一塊出來會顯得不自然 所以說很多很怕別人知道 去海邊玩啊 常常穿禮服啊 去夜店的人 他們在做了水滴型果凍西膠 一擠 上胸很平很順 但是穿衣服起來又有很漂亮的線條 這個是水滴型果凍 最大的一個優點 第二個優點 這顆果凍西膠 一樣也是不要按摩 為什麼 它外面一樣是絨毛面的 需要讓夾膜跟它好好的結合在一起 如果在恢復的過程 過度的去按摩它的時候 造成 夾膜跟這個絨毛沒有辦法 好好的沾黏在一起的時候 它會在你體內造成旋轉 會轉來轉去 我們正常的胸部的形狀呢 會是像一個水滴型的上把褲下 這樣子一個水滴型 如果它在體內轉的時候 會怎麼樣 它可能一下子會倒這裡 所以當跟男朋友在一起的時候 說等一下等一下 我先調整一下 再把它調整 這個不是很瞎嗎 所以說做了這個以後 千萬千萬不要按摩 只要多拉拉筋 讓皮層早點開始鬆軟以後 它一樣可以達到很柔軟的效果